欢迎收听收看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宗祥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营寄属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议题的整理还有新闻的回顾 带大家去了解到一些正义性事件背后 时代我们要去关注的议题 我们有YouTube频道有Podcast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收看 随时把我们的资讯把我们的报道能够带着走 也希望大家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让我们可以走得更远更好 做更多更深入的报道以及讨论 那当然也期待能够我们一起听到微小的声音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跟大家谈这个议题 如果关心灿烂时光会客室或是公库报道的朋友 应该很清楚的知道 我们非常关注这个消防员劳动权益的问题 在过去几年的时间我们其实多次的访问消防员 包括许国瑶还有张家伟他们所提出来的视线案 在许多年前许国瑶、张家伟他们其实认为 当时的这个消防员的这个制度是有很多的问题 他例如说他是情医休医就是做一天的工作 然后只能够休息一天然后再持续的工作 他们认为这样是一种超时工作 而且觉得这个不合理的状况底下 他们也开始有了一些申诉包括 希望能够改善这个制度也能够去加发这个加班费 这是应该要的劳动所得 不过当他们向掌官申诉之后呢 结果长官就否决了他们申诉 于是他们就去提出了大法官的视线案 那在2019年的时候他们提出了大法官的视线案 当时大法官做出了这个785号的解释 有两个重点 一个重点是如果当公务人员 受到这个公权力这种不当的对待的时候呢 是不是具有法律的这个救济的效力 另外一个就是有关于这个所谓的 情医休医的工作方式 是否有违宪的问题 那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有跟大家提到 这个大法官做出的解释 有关于第一点部分 他们认为公务人员本来就可以去申诉 所以这是他们应有的权利 所以这样子 这样子并没有违宪的问题 那关于第二点 情医休医或者是其他的 这种劳动条件的方式呢 当时大法官认为公务人员保障法第23条 还有公务人员服务法第11条是违宪的 所以他们就要求这个相关机关在三年内 能够去做进行修正 而这三年内其实时间快到了 在11月 今年的11月29号 所以我们想要了解这三年内 这个 劳动权益 有没有什么样改变 该修正的这个法规 到底修正了没有 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邀请到的是 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的秘书长 陈彦凯来跟我们谈这个话题 彦凯你嗨 大家好 我是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的秘书长陈彦凯 现在彦凯来接受我们访问 听说你刚刚才 接这个秘书长没有多久 对对对 我11月1号的时候 为什么会想不开 我从 一年前 一年多前就是 刚当完兵 然后 当时的秘书长就是我们现在的顾问 智宇 他有 来问我说有没有想要就是 在消防员权益的团体工作这样子 那我 其实就是在这样的 因缘际会之下就是到 消除会工作 然后 在消除会工作一开始其实 蛮惊讶的是 当时我才真正的理解到说消防员的勤修制度长什么样 那就像刚刚老师说的这个勤医修医的制度他其实是 连续工作24小时 然后休息24小时 那其实更多的县市他的消防员他的工作制度是连续工作48小时 然后休息24小时 就是所谓勤修医 那 勤修医的工作连续48小时 对连续工作48小时 那 我是 当时 真的了解到这样的制度的时候其实觉得很惊讶 就是这个 在台湾的社会当中有一群人他的公实制度是如此的 不合理不符合 人性的状况 所以当时你知道这个 张家伟跟这个 徐国耀他们提起的这个视线案的时候 你第一时间的那个感觉是什么 当时他们提出的视线案 最主要的因素是什么 当时就是徐国耀他在结束 刚成为消防员的时候 他其实在台北工作 那后来呢 他就到高雄 然后在高雄的 服务的过程里面 他有陆续的协助一些老公朋友 那 在协助这些老公朋友 争取权益的过程里面 他发现他自己的公实制度 其实有很大的问题 那 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他就 有去 进行 上一些法律的课程 那 透过这样的方式 他其实 就发现说 原来我这个连续工作24小时 然后休息24小时 这样的公实制度 是 他会认为说这样子的公实制度 是有很大的问题 所以 后来呢 他就透过 像老师刚刚说的 他就透过申诉等等的 过去的 争取权益的 法律管道 那最后在 就是这些 缘继有的法律 管道都没办法 得到一个好的结果的情况之下 他最后就提起了视线 这样子 你刚刚有谈到说 情依修益 让人家觉得很激压 我也很激压 但是我觉得更激压是 情恶修益 就是他有去要 你应该不是想说工作48小时 但是他是 Standby 18小时 uncode 48小时 可是实际上uncode 就是等于工作的样子 那这个改善了没有 还是说现在还是一样 这个目前的话 因为 就现在还是仍然有 情恶修益的消防员 还是有这样 还是有情恶修益的消防员 对 只是各县市的状况可能不太一样 因为 过去的工时制度 没有一个框架性的规范 那这也是市制的重点之一 在过去工时制度没有框架性规范的情况下 其实 台湾的消防员就是在情依修益跟情恶修益中间 看能够怎么去安排 因为 大部分 有一些情恶修益的现实 他其实是会让你的这个月再 多休几天 例如说情恶修益月补三天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虽然是工作48小时 休息24小时的工时制度 但是我这个月可以让你再请三天假 对 所以过去 在没有工时的框架性规范的情况底下 他大部分都是 在情依修益跟情恶修益中间 排华 对 那 现在到目前为止 现在是11月 那 我们这边是 陆陆续续有在跟消防署讨论新的情修的制度要怎么去安排 但是到目前为止仍然有情恶修益的消防员 这听起来很不可思议 这也是我们常在讲所有的花花班 就是你其实每一天的颁表 或是每个月的颁表 可能都不太一样 那可是从一个生理之中的角度来讲 我们真的有办法 在这种状况底下去承担这些工作吗 这样的一个 休息劳动的情况 事实上是非常不合理的 不符合这种所谓生理的需求 是 连续工作24小时 或是连续工作48小时 我们觉得 他对消防员的身体 来说是有非常大的 损害的 那第二就是消防员他所执行的工作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工作 包括说 开救护车 那执行一些紧急救护的工作 然后以及就是 大家最常知道的就是要执行灭火的工作 这样子 或是 这些东西的高度压力的工作 对没错 就是要进到火场里面去抢救 那这些工作其实都需要非常高度的专注力 然后以及 判断的能力 那我们会认为说 这样的 危险的工作的形态 他需要有一个 比较好的 精神 来去执行 才会执行的 比较安全一点 那所以我们会觉得说 这种 消防员的工作 他应该是要有个合理的公时制度的 对 刚刚有谈到4-785号 这4-785号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概念 叫做所谓的健康权 什么是健康权 健康权的意思呢 就是 像我们劳工他在 工作的时候 其实他是有劳动基准法的保障 那4-785的精神 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就是 第一 消防员在当时是没有公时的框架性规范保障的 他不像劳工一样有劳基法去规定公时的上限 那第2个就是 消防员的加班补偿制度其实有很大的问题 因为 消防员过去他 能够按照公务人员保障法的规定 他可以去折算成加班费或补休假 那但是剩下来的加班时数 他只能用行政奖励来折算 那什么是行政奖励呢 其实就是 一张奖状 对 对 所以一张奖状就可以抵加班 加班时数 加班的时数 对对对 所以在目前为止 消防员大概一个月平均工作的时间 或者是他每个月的加班的时数到底是怎样 然后到底领了多少的奖状 过去消防员他 我们以勤一休一来举例好了 勤一休一就是连续工作24小时 然后休息24小时 那以一整个月份来看 他的月工时 会达到360小时 360小时 对 那如果是勤二休一的状况 那他会达到480个小时 那跟一般劳工比起来是差距是这个 一般劳工如果去想像他的工时制度 我们以劳动基准法的规定来想像的话 那他是每天工作8小时 对 那一个月大概有44个礼拜 那所以他的正常工作时间 正常工作时间大概是160 160小时 对那 如果以 加班 劳动基准法现在规定的每个月的加班时数 大概是46小时 那所以在这个 加加减减之下 他大概 劳工就算你加班时数 每个月都加班加满 大概也是200多个小时 那所以 由此可见消防员的工时 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高 对 我们知道在社会里面对消防员最近这几年 事实上非常关注 特别是当这个电视剧火神的眼泪 播出之后 似乎我们可以看到 不只是民众关注 那包括我们的 这个政府好像也开始有一些回应了 所以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 这内政部消防署 他实施的一个东西叫做 消防员勤修事行方案 看起来我们的政府好像也对着 消防员的健康权 也开始去关注 可是这个 这个所谓的 事行方案 这个勤修事行方案的内容是什么 对消防员的帮助又有什么样的注意呢 我跟老师报告一下 还有跟观众的观众报告一下 就是今年3月份 这个消防署所实施的 消防员勤修事行方案 其实是 根源于我们在去年的12月 年终到年底的时间 其实希望各个机关 去试办什么 是健康的颁表 因为 4-785他影响的不只是消防员 还包括警察 预证 罚警 等等的 轮班制公务员 所以当时我们和其他的 基层公务员的团体 就有要求 政府机关应该要赶快 试制期限即将要到了 那是不是 赶快来试办说 到底 各机关打算怎么去 因应这个4-785的意志 那所以 当时在 我们不断的要求机关去 试行 试办方案的情况之下 内政部消防署有推行这个 就像老师说的这个 消防员勤修事行方案 对 那但是我们在看到这个 试行方案的时候 其实还是会认为他仍然是一个 过劳的 公实的形态 怎么说 因为这个试行方案的内容 主要就是希望消防 各个各地的消防机关把消防员的勤修制度改善成勤一修一或勤二修二 那就是连续工作20小时或是连续工作48小时 那 但是就像刚刚报告的连续工作 24或48小时 之后再休息同样的时数 这样子的月工时的制度大概也是300到400个小时 那其实是一个 朝九晚 这个所谓的 所以他是一个朝三暮市的一种变法 他甚至 甚至没有变 因为有一些 那个地方的消防机关他其实已经是这样的勤修制度了 对 那所以 我们还是会认为说 这样子的勤修事行方案 他一样是一个过劳的形态 那第2个在加班补偿上面 他的这个事情方案里面 还是有维持加班换加奖的制度 这样子 对 所以其实对实际上面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 他会部分改善某些县市的状况 像刚刚说的有一些县市他仍然是勤俄收入 对 那如果是完全没有月补 这个月他完全没有另外再提供休假的县市 他可能就会因为这样的制度慢慢的 提升 那只是 我不会认为这完全是没有前进 但是前进的速度可以说非常的缓慢 我想回到另外一个现实上面的问题 我觉得有两个 一个可能就是 人员 人力的问题 这也是我们一直在谈消防员的部分 人力是不是应该要补足 第2个我比较不解的是 这样的制度 实施多久 不管是勤一修一 或者勤二修一的制度 这会不会跟消防员的工作形态是有关系 所以他必须要 这个长时间的uncode stand by 去做这样的一个准备 那先回应老师问的这个人力补足的问题 那我们目前 全台湾的消防员大概是16000名 那其实 以现在的这个勤修制度来说是非常不足的 那所以 我们会认为说 人力的补足当然是需要的 那其实 我们也知道说消防员他的训练时间是需要养成的 消防员在考完这个 如果你是一个 想要考进消防员的一般民众 那他其实是需要考完之后再到 消防署的训练中心去进行训练 那其实这个都是需要时间去养成的 那所以我们 后来有一个 消除后来提出的方案其实是 能不能够逐步的调降工时 就是我们希望透过 陆续的补足 消防人力来 把消防员的工时调降 因为我们知道说 现阶段在今年的这个情况之下 其实很难达到健康的工时 那如果今年没办法达到健康的工时 那是不是可以设一个比较长远的规划 来慢慢的把消防人力补足 然后达到健康的工时 那这是 人力的部分 那第2个问题是 工作形态上 工作形态上 必然必须要这样子 在其他国家也是类似 这种情依修医 或者是情恶修医的状况 对 所以 就如同刚老师说的 其实像美国 他的消防员也是 是以连续工作24小时的方式去进行的 那 所以我们 后来提出的就是以月工时的形态 去 计算他的工时 那当然 现在的消防机关 有一些 人力 如果他的分队是可以让 消防员去进行 外宿 就是晚上的时间 如果行业务量比较少 那有一些消防员他是可以回家的 那这种单日的 就是一天的这个工时的 减少 或者是 有一些县市 他其实是有实行 就是 外散 就是你 一整天的24小时里面 你有一些时间是可以回家吃饭 休息的 那我们会认为这都是 透过各种方式来减少工时 我们都认为非常的好 那只是 我们也会同时考虑到说 如果要维持一个分队 他的 最基本的 民众的需求 例如说 救护的量 或者是火灾的 案件数 那要维持这些最基本的需求 其实不一定每个分队都排得出外宿或是外散的制度 那 我们是认为说 如果你没办法安排这样的制度 那你就是从月工时的方式去缩减 那如果你有办法安排的话 那 那单日的工时减少也是我们乐见 我可不可以这样子说 就是在 实际上面最 根本的解决方法就是在增加能力 那增加能力他当然在轮休的时间他就比较多 他在精神上面也不会紧繃 至少 他比较不会出现所谓情恶修一的这种状况 那第二个在现实的工作的方式上面 他似乎 情依修一是很多国家他们都会用的方式 那但是面对这好像是一个必须的这种所谓的工作方式 因为他必须要长期的 长时间Stayby Stayby的状况底下 所以你们认为 是不是能够在这样的一整天的工作当中 他可以回家休息 或是某种适度的休息 或在某种状况底下 他去减少单日的这种所谓 这个所谓的 浮情上面的工时 是这个意思吗 是 只是 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 他也要考量他分队的特性 因为 每个地方的辖区他可能有 不一样的状况 那如果是 特别容易有火灾的地区 或是特别容易有救护案件的地区 那他就要维持他的 分队的量 那如果是这个状况的话 他可能没办法在单日的 每天的工时里面去安排 外宿或是外善 情况的话 那就从月工时的方式去缩减 OK 好我们刚刚在一开始提到 这个所谓的大法官的 事件案当中 提到说 这个公务人员保障法第23条 还有公务员服务法第11条 他是违宪的 所以他希望能够 这些相关机关在三年之内能够去解决 这个违宪的问题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来跟大家 讨论 这三年当中 这个违宪的问题 解决了吗 这相关的法规 定好了吗 我们先休息一下 OK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基层血汗没保障 基层血汗没保障 政院空谈健康权 我们是公时改革联盟 那今天我们这些基层轮班制的公务员 为什么又要再一次来到行政院呢 主要就是因为上个礼拜的党团协商 针对这个四字七八五 也就是轮班制公务人员的公时改革 的这个党团协商 在这个协商的过程里面 行政院完全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评估 完全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数字 只跟基层团体 只跟朝野立委说 很难 公时要入法很难 另外 针对基层轮班制公务人员 长期以来的这个不平等的 加班补偿称色 好 加班换加奖 这什么 哪一国的法律啊 没有一个国家是用加班换加奖的 行政院的代表要不要告诉我们说 到底一支加奖是多少钱 如果没有办法告诉我们一支加奖是多少钱 那加班就不是真正的实质补偿 今天基层团体再次的来到行政院前面 就是希望行政院可以依照立法院 在党团协商会议当天的结论 提出具体的评估数字 请等一下回复我们的行政院代表 回复我们的五大问题 第一点 所有的国家 其他国家 公时都可以入法 为什么你台湾的行政院最特别 就不能入法 第二点 任市长有在这个党团协商的时候说过 会参考我们国家的公务员的过劳史指引 来订定公时上限 我们要告诉大家 过劳史指引 就是每个月加班超过80小时 是不是就定 是不是行政院的意思 就是要定80小时 第三点 过去到现在 我们一直在呼吁 补足消防人力 这五年 三千人的计划 中央你一毛钱都没有出 接下来要符合公务员健康权 你是不是应该要指引 各地方县市政府 来补足消防人力 第四点 没有一个国家用加班换家奖 家奖不是实质补偿 四字七八五说 轮班制公务人员的加班 要有明确合理的补偿 家奖不是实质补偿 好什么时候才可以加班不换家奖 最后长达二十年的锦销 每月加班费上线 一万七千元 一万七千元 这期间物资指数涨了多少 都没有调过 请问具体要调整的金额是多少 张大尉 请问今天针对集成团体的这五个提问 您的回复是什么呢 我们之前在针对这几位提议 我们已经在回复给立法院的书面办法 没有公时数字 没有公时数字 请问数字是多少 因为目前我们轮班制的机关非常多 那他们的业务形态也非常的多样 是不是这七八五已经过了快要三年了 你们为什么这时间不做调查 时数到底是多少 现在要定的公时原则是多少 因为现在目前来讲的话 轮班制的 他的职责程度真的非常的多 你不管多少 他一定全部都有一个上限嘛 对 时数是多少 现在时数是多少 下面的再去细分嘛 所以我们这部分也保留说 在法律或是法律授权 不同的轮班的机关 他们的业务形态不同 日常是多久 日常是多久 所以这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也必须要因应各个机关 他的业务属性 立马院这个会期 下个礼拜就要结束了 你们还没有研究成时数是多少吗 那个不影响你的上限到底框架定多少 你可以在一轮班制度去细定嘛 那为什么你连最基本的一个框架上下限 你都写不出来 你写不出来 你怎么去定轮班机关他们的公时 怎么定 这部分我们之前的顺便报告里面也提到了 那部分事实是各个机关的属性都不出 时数是多少啦 属性都不一样 我想问一下属性都不一样 难道他可以一个月上班 三百个小时四百个小时吗 谢谢 那你的意见我们也都收到了 谢谢 其实已经过两年了耶 你怎么时候可以告诉我们时数是多少 谢谢 你们的意见我们会带回去 谢谢 那你回去研究吧 我们现场就宣布开始苦号 等到行政院的代表愿意告诉我们时数开始 公司机转要入法 拒绝家白或家假 拒绝家白或家假 却无法撑起自己的家 面对国家的指令 我们没有一式的迟疑 不论我们在朋友的婚礼 办理的约会 妻子与丈夫的病床旁 或孩子的毕业典礼上 在人生当中每个重要的时刻 我们往往在国家 与家庭的选择中 义无反顾的选择了国家 甚至在每日确诊案例破万的时刻 我们都毫不犹豫的踏出家门 守护国人的安全 我们撑起这个国家 却无法撑起自己的健康 我们原本带着拯救人民 守护国家的热忱 走进分队 派出所 遇所 法院 这样被认为铁饭碗的工作 到最后发现其实是个 会让身体残缺的破亡 我们不被国家认为 有资格拥有合理的工作时间 以及健康的身体 每个月工作高达200到300小时 甚至300多小时 然后我们要拯救生命 维持社会安全的国家 除了在荧光幕前 感谢我们的辛劳之外 却认为我们连健康都不值得拥有 我们撑起国家 国家照不尽一丝民主的光 如今公子改革 修法进入最后阶段 我们中心希望 基层付出健康 与生命捍卫的台湾社会 能不再笼罩着威权血汗 我们期盼轮班制的公务员 努力追求健康与人权 人在这次修法 让国家重视 不再让基层成为免洗快班的存在 我们不能想象 是不是赤字通过后的两年 国家仍然只把公务员的健康 当作虚应故事 我们不能想象 今年三月 法案进入立法院程序后 国家是不是期待健康的我们 只是一时做梦 天真的堂吉科德们 在此时此刻 我们才发现 我们拖着自己的身躯 极热情运作的国家 却笼罩着威权的黑幕 照不尽一丝民主的光 我们决定在此刻开始 就为我们替国家工作的身体 站在国家面前 直到民主的围光 能够透过国家威权挺目的一天 我们称其国家 大门终究不是超人 人办是公务员 终究只是普通人 我们有血有肉 需要家庭和健康 我们称其国家 所以更要在行政院 这个所有公务员的管理单位 提醒这栋建筑物的国家主人 消防员是人 警察是人 罚警是人 监索管理员是人 健康公司实质补偿 健康公司实质补偿 基层要健康 基层要健康 国家要民主 国家要民主 欢迎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 节目的现场 我是主持人 管中祥 灿烂时光会客室 是由公民行动 已经进入饰料库 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 议题的载 还有新闻的回顾 带大家了解到一些 争议新事件背后 知道我们要再去关注的议题 那我们不是只有看热闹 还能够看门道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 YouTube频道 还有Podcast频道 能够把我们的新闻 把我们的资讯 带着走随身听 当然很期待 你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 来支持我们 可以让我们走得更远更好 让我们一起听见微小的声音 今天在节目当中 一样来跟大家讨论 消防员的问题 在节目现场 跟我们一起聊天的是 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的 秘书长陈彦凯 彦凯你好 大家好 我是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的 秘书长陈彦凯 彦凯是刚刚上任的 所以刚刚我们在中间聊天的时候 就是好像不会很紧张 是不是因为已经都准备含了 我就是慢慢学慢慢看 对 原本是做什么 原本你是 你不是消防员 我不是消防员 我在那个当兵以前 因为我是当兵之后 就是加入消除委工作 那是当消除委的秘书 那在当兵以前呢 我其实是在民间的工会工作 然后在工会里面工作 对对对 对对对 那也是类似相关 类似类似 就是跟劳动权益有关的一个组织 对所以刚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有提到说 我很惊讶消防员的工时制度 是因为至少一般的劳工 或是一般的工会 他其实是可以透过劳资争议的方式 去处理某些工时上面的问题 那但是在消防员 第一个他工时制度 真的是让我非常的惊讶 那第二个就是他的 争议的处理管道 其实是很有限的 这个其实跟我们整个公务员没有办法 主工会是有很大的关系 是 所以他没有一个相应的团结组织 来跟资方 或是跟政府这一个方面 管理的阶层 有一些对应跟协商的过程 是 所以你们在这个过程里面 主工会一直以来 也是你们很重要的主张 对 我们从2013年成立之后 其实就是 有一个很重要的精神 就是希望消防人可以组织工会这样 但是有进展吗 2013年到现在也差不多快10年的时间了 是是是是 那我们在去年 巧有大火发生之后 其实有发动一波的连署 以及持续的拜访 相关的机关以及立法院的委员 这样子 那目前的话就是法案还在立法院里面 那 后续也会持续的 思考说看有什么方式来突破这个问题 对 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 就是即使不是工会的这一种模式 怎么样让消防员 或者这些所谓的受雇者的 这个意见能够有对等的协商的机会跟可能性 我想这才有可能是一个改变的这种方法 是是当然 我们刚刚在前一段的节目当中 有特别谈到 这个宪法的这个释宪案 那在这个宪法释宪案当中提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刚刚谈到这个 这个释宪案当中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有关于这个 消防员的劳动权益的受损的时候 他可不去进行申诉 可不可以提出一些这个 诉愿等等的方式 那这个这个是可以的 因为说实在如果连这个都没有的话 那什么东西大家就不能做 就是他叫你往东 你根本就得要往东 你根本不可能具有太多的自主的意识 第二个是谈到我们刚刚提到是在于 这个有关于休假跟扶勤的方式上面 大法官当时在这个四字号当中也提到 他认为这个公务员保障法的第23条 还有公务员服务法的第11条是违宪的 所以他要求相关机关在三年内能够去做这个所谓的修正 而三年内其实也就是在2022年这个时候的11月29号 我想要请问一下我们的秘书长 这个三年内到底有什么样的改善了吗 就是这时间快到了 所以该调整的该改善的东西他改善了没 好 那我们当时在5月份的时候 5月份的时候立法院在审理相关的法案的时候 就是刚刚老师所说的这个公务员服务法跟公务员保障法 因为在劳工的世界里面他其实跟劳工有关的劳工权益 他个人的劳工权益其实都是规范在劳务基准法 那但是在公务员员的状况 他就是规范在公务员服务法的第11条 跟公务员保障法的第23条这样子 那所以今年的5月份其实立法院就有针对这个公使的相关的法案去进行修法 那我们在看到这个行政院跟考试院提出来的版本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的遗憾跟难过的 因为当时提出来的版本有针对一般的公务员进行加班公时上线的设计 是60小时的设计这样子 那这个当然是对一般公务员来说它是一个蛮大的突破的 那只是在轮班制公务员的公时机制上面 它是没有做相关的制度设计的 对那我们就会认为说这样的法律的法案的内容 其实是没有办法实质的保障到轮班制公务员 那在加班补偿的部分就是公务员保障法的部分 它仍然有维持这个行政奖励的制度 就是除了可以换加班费或补休假之外 它还有维持这个行政奖励的制度 那我们就会觉得说它跟过去其实是 就是旧法案的层次上面来说其实是没有做太大的调整 对至少对轮班制公务员来说 对所以从你们角度来看 这个大法官要求他们在三年内去做改正 就是说限期改正这样做 可是这个法已经通过了嘛 就是所谓的公务人员保障法跟公务人员服务法 所以从你们角度来讲 他们没有去按照大法官的这个事件案去做调整吗 是就法案的层次来说是没有做相关的回应市制的部分 那后续在立法院的委员会里面 其实是有针对这件事情做讨论的 因为我们这期间也陆续有跟很多的委员讨论 那就在立法院的过程里面 其实行政机关的意思是说 他们希望将这个相关的服刑的时数的上限 是定在执法里面 就是定在一个相对位阶比较小的这个法案里面 可能是执行条例上 对要点等等的 对那所以我们现在呢 其实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其实就是有跟消防署持续的开会 在讨论说相关的勤修要点要怎么去做拟定 那在这个这几次的会议 其实就是有陆续的提到说 是不是要以这个逐年补足的方式来降低消防员的工时 那所以消防署他现在所拟定的这个草案的内容 其实就是112年 就是明年的1月1号开始 消防员是有工时上限的 那这个工时上限呢 是以月总工时的方式去进行 那他的时速定的方式是月总工时的上限是336小时 对那336小时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大约就会等于消防员勤一修一或勤俄修二的制度 这样子 所以这个执行条例还在讨论当中 勤修草案 对 草案还在草论当中 可是今天我们录影的时间已经是11月5号了 是 所以这么短的时间是有可能 当然也许我们在播出的时候已经通过了 或者是12月29号突然间通过 那万一没有通过怎么办 我们在上一次的会议 上周的会议 其实是希望消防署他可以再开一次会议 因为其实各线是对于草案的内容 还有当然包含我们消防团体 对于草案的内容 其实是还有很多的疑问的 包括说工时要怎么去计算 包括说这个月工时的这个相关的补偿制度 是不是要另外设计 等等的 这些其实我们在消防署的会议上面都有 不只我们 包含各线市消防局 其实都有去做提问 那只是 最后会议的最后 我们是希望消防署至少能够再开一次会来 确认最后消防署会 拿出什么样的版本这样子 那但是比较可惜的是 消防署在这个会议上面 其实是并没有说会开下一次会议的 只有说会内部的调整 那只是在整个大的结构上面 就是至少的确定了就是未来会以工时上限 以及逐年调降 每两年调降工时的方式去进行 那这样子的制度 我相信对于不管是基层消防员或者是消防机关来说 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的制度的变革 那都要去适应 那所以我们后续呢 除了持续监督说中央消防署他到底会拿出什么样的版本之外 我们也希望各县市消防局 配合这样子的比较大的制度变革 去做工时上限的规划 从2019年的这个事先案 这个做出来之后 其实到现在已经将近三年的时间 我们刚刚在里面看到消防署 或者是我们看到这个立法院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相关主管 他的确是有一些在改变 或者是在做一些调整 可是我要从一个倡议者的角度来请教 就是我想要请教民主党 在这过程当中你们到底做的哪些努力 在做这些努力 跟这些政府单位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容易吗 会有什么样的困难跟挫折呢 我就从 其实因为他是有不同的法律位阶 那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当然是希望就法案的部分来影响 因为我们认为说既然劳工有劳工拒准法的保障 那是不是公务员的部分 他也可以有一个相应法律位阶的保障 那比较可惜的是当时我们有发起这个苦后的行动 就在行政院前面苦后的行动 因为不管是我们在立法院的相关的委员会 或者是我们当时也有就是 秦委员召开这个工厅会 那相关的这个会议的过程里面 其实我们都有提到说 各个机关他应该去针对轮班制公务员 就是去年的年中到年底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要求要试办的 那当时就是陆续的推动各个机关来进行试办 因为你有试办你才会有时速 你有时速才可以去拟定相关的方案 那所以去年的时间我们其实是主要在做这件事情 那到了今年修法前呢 很可惜的是行政院跟考试院都没有告诉我们说时速到底是多少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委员也很难去说我们希望时速是多少 因为这样的话就是没有相关的资料 没有相关的评估 我们是会认为它会造成立法院在审理法案的时候 他就会不确定说到底时速上限应该订多少 会不会有至爱难行的状况 那所以在法案的在5月之前 我们其实是一直希望有订相关的时速的上限 还有就是加班补偿的制度可以不要换家讲 订在公务员服务法跟公务员保障法上面 那到了5月修法结束之后 行政院在当时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是有承诺说 他会把相关的勤修草案订在执法里面 包括说行政院自己的这个 他会订轮班轮修公务人员的相关的扶勤的时速的相关的办法 那消防署也会去订消防员的部分 那所以我们在5月过后其实就是 就是以向行政院提出我们的建议 以及在那个消防署的会议上面提出我们的建议为主这样子 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消除会其实做了非常多的努力哦 也跟这个官方有非常多的互动跟往来 那你也可以看到有民间的压力有社会压力 这样才有一些改善的机会跟可能性哦 不过即使今年的11月29号 这个相关的法规也都做了改善 刚谈到这些执法的问题也做了调整 可是其实消防员还面临到很多的在工作权益上面 或是安全保障上面的问题哦 那即使这个这样的一个法规改变了 即使这样的一个法规调整了 消防员还面临到哪些的问题 需要我们在一起关心的呢 呃我们这边会认为说 其实它也跟公司制度环环相扣啦 包括说消防员有很多非本业的企业物 包括说 这个不是还没有解决 嗯对 捕风捉舌这件事情还没有解决 对对 呃应该说从2017年的时候 当时我们有发起一个全台湾的连署行动 那呃中央的层次已经回归给农业单位了 但是各地方县市政府如何落实这件事情 我想这个就是我们要持续去监督的 当然大部分的县市就捕风捉舌这个议题 其实是有做部分的回归 例如说它可能日间的时段是由这个委外的厂商 对或是农政单位去执行的 嗯那另外还有一种状况就是 它如果没有涉及到就是人员的紧急状况 例如说有风蛇 那但是的确有人受伤了 嗯那这个当然是我们消防员去执行没有问题 那只是如果今天是没有受伤的话 那它就是由这个农政单位或是委外厂商去执行 所以各县市其实陆陆续续都有 对各县市其实陆陆续续都有做部分的回归 或是全部的回归 那只是还是有县市 它目前是完全没有回归的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要持续要再关注的问题 那人员的改善上面 就是在人员的补充上面 这个还做到了吗 或是还有哪些没有做到 在人员的补充上面 呃我们其实就是配合 呃希望可以配合这个工时上限的条件 就是从民国112年 就明年的1月1号开始到民国的120年 他是有做这个工时上限每两年的调降 调降到最后呢加班的时速的上限 上次我们和消防署争取的结果是会调降到60小时 每个月加班上限60小时 那大约会等于情一休二的制度 就是工作24小时休息48小时 如果是维持目前这个情一的状况底下 那他大概会落在这个情一休二的工时制度里面 那所以我们是呃希望各县市政府 就是呃可以能够按照这个工时上限调降的规划 陆陆续续的来补充人力 那只不过这个东西当然也是要花比较长的时间 因为从今年是民国111年嘛 那其实大概需要花9年到10年的时间 才会达到这样的工时制度 那我们当然就是在 这个还是一个在顺利的状况底下 对对对对对对 那所以过去的10年我们争取到了40785 我们争取到了工时应该有框架性的规范 那未来的10年协会其实就是会陆陆续续的去监督各县市 呃是不是有按照这样的工时上限去做调降的规划 我想这一连串的改变都代表这个社会的确是有在进步 可是这个社会的进步其实是来自于消防员 来自于很多的这个社会员团体 来自于社会大众一种共同努力的结果 可是就像我们刚刚谈到即使在进步 即使可能真的这个呃这个视线案应该要去解决的这种呃 请一休一的问题 公时的问题都都解决了 可是他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值得我们要持续的关心 今天非常谢谢彦凯来接受我们访问 希望下次有机会再跟你请教相关的问题 谢谢 我们下回再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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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